10. 商業周刊,台灣,被求償160億的偷情網站老闆 2015年9月3日Fuel人物028總部位於加拿大的偷情網站Ashley Madison 入前租駭客入侵,資料曝光導致兩名用戶自殺 該網站也面對超過5億美元,約合新台幣160億元 訴訟,創辦人不得慢女艾爾白德文正面臨生涯最大危機 今年44歲的不得慢,本是一名律師及體育經紀人 過去他幫職業運動員南府各地的妻子及小三 在其中抽出商機,14年前他創立此偷情網站 以Ashley及Madison兩個美國上見的男女名字衛名 估出人生苦短,及時偷情,至今在全球有近4千萬用戶 雖然創辦偷情網站,不得慢本人卻是好丈夫 他結婚十二年,與妻子感情和睦 有兩個孩子,自稱我從未對妻子不忠 外界爭質問他是否贊成妻子出軌 不得慢認為,夫妻出軌有深層原因 人們不會只花三十秒在網站瀏覽就決定出軌 不得慢妻子則說他須不認同此網站但他只是生意 在Ashley Madison網站上,創建個人資料及瀏覽他人訊息是免費的 但用戶想進一步向對方傳訊息發郵件,就須花錢購買點數 幾則簡單訊息就足以把這些點數好盡 不得慢稱這是要提醒偷情者,出軌也是要付代價的 該網站大部分用戶都是男性 他們每人一年在該網站花200美元至300美元 但也不伐女性用戶,其中兩成是單身女性 不得慢表示這些女性想要的並非性交易 他們只是要男人帶他們上街透霧,偷情網站和色情行業一樣 時應運人們需求而生,只要有利可逃 必會有人下海賦比勢估計不得萬一年賺五百萬美元 指示該網站也因此聲名狼藉,不得慢捧錢想在臉書及加拿大公車打廣告 全都被迴絕,這次資料外洩,未此不是某些鞋客打著體天行道 其好攻擊所致,提醒人們出軌要付代價的不得慢 或許此刻能體會,挑戰人們的道德也是要付代價的 的大問題 cessors推設 類似大風 文學家